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闻我不要找这个甄宇来评 那个甄宇来评要你来评 这个柯市长的夫人陈佩奇医师 我们那个医学区那个群组里面的朋友都认为说 要了解柯文哲就从陈佩奇去了解 市长夫人我没有间接跟他互动过 但我太太跟他互动过 他真的说他说陈医师真的是一个很低调 但是永远掩盖不住他的杰出杰出跟杰出 这黄光琴对他的形容 市长在他的夫人的脸书 这个陈佩奇医师的脸书说 他说我问你人要去酸总统 他讲觉得可以帮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那就去做吧 OK柯市长听到陈佩奇医师的回应 就讲说娶妻当娶陈佩奇 有点肉麻柯医师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放闪 这句话你有什么特别的解读 可以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那就去做吧 你知道柯市长选举花的钱真的不多 每次都还要拿家去抬 我看是真的配搬到这样 整个小钱去看看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就是其实董事长在参选三个月的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不断的也在强调的事情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让中华民国脱胎换骨 那他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些比较经济上的危机 或者是说台湾一直是以经济能力 就是说我们要有经济实力 我们才能够在这国际的场合里头站得住脚 我觉得他一直忧心的比较是这一块 至于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地方满足到所有的人 对于角色上的定义跟需求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是董事长一开始他没有去意识到 所谓的权贵庶民这样的一种选举方式 对他的杀伤力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说权贵就不是我啊 我排手起家我怎么会是权贵呢 对啊他黑手出身的 会怎么会是权贵呢 或者说历史协商我就没有历史协商 还把马英九跟吴敦毅A成说他们是台大毕业的 我是放牛班 可是我真的台湾的社会真的不是学历来看事情 那我是说红海董事长郭台铭是中国海专人 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这事情跟他没关 那坦白说我觉得现在会有这么大的所谓焦虑感 比如说柯市长说一定要叫郭董还是继续选下去 这个样子的话才能减低很多人的焦虑感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 一直跟国民党跟韩市长 就是大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起手势或者选举的方式 用这么对立用这么撕裂的方式 来造成很多很多不同族群间的这种 对于好像彼此的仇恨啊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啊 或者谁看不起谁啊 用这样的选举方式 其实你看大家都告一段落 希望从新开始 因为选举而有一个更好的2020 或者更好的中华民国未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的选举进入一种焦虑 就是恐慌跟怯力 然后就是要用仇恨的方式来选择说 我是比较讨厌谁 就是我讨厌谁比较多 我就可以选择说我来去投给谁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一点都不健康 而且这样子的选举方式 我们其实在这里头是看不到任何一丁点 对于中华民国说 我今天大家真的想要过好日子 仇恨怎么可能会过好日子呢 对我们永远都在于说 我们不喜欢对方 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的一个社会氛围下 我们到底要能够怎么样的 来过一个安定的日子来拼经济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为什么会一直说 董事长需要一些思考 或者董事长需要沉淀 因为他对于很多基本的这种逻辑跟价值观 他必须要先让自己能够觉得说 他能接受 说是的 这个是因为我今天非得要把小英拉下台 或者我今天一定要仇恨民进党 我今天能够取得胜选 还是说我今天是为了中华民国更好 我今天能够让所有的人真的突破 我们外交经济上面的困境 而让2300万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有的时候 他这个东西很挣扎很难过 或者对于很多事情有点失望 或者带点沮丧 我觉得完全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夫人 就是柯市长的夫人讲 如果能够让中华民国更好 他可能会让柯市长放手去做 那我觉得这都是某种程度的一种 被现在的这个氛围 或者是选择的有限性 就是现在大家给的这种选择很有限 就是看比较讨厌谁 不是蓝就是绿 而且比较讨厌谁这样子 那这种 这种氛围的确会逼着很多 你说比较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他是真的很惶恐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是完全可以体会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对他的说法 那我大胆做一个预测性的 不是不是预测 我主观上面 主观现在 要不然你回去 我主观不能叫预测 预测不行 这洪丽媛 然后你会请那个郭董的夫人 你帮他安排 然后曾宇回去约陈佩奇医师 两个人先私底下 有没有喝一个咖啡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聊一聊 不要讲男人 就是说两个先生 总是交朋友见一见 两个太太也可以见一见 另一种可能性 可不可以传达一下 我们倒是蛮期待 他们坐下来聊一聊 不是说为了他们老公 是要组合什么 你支持我支持你 而是说我真的希望说 政治圈的夫人们 不是只是传统的官夫人 对他的刻板想象 你们也应该在里面 扮演一些女性的角色 但这个政治 多一点温柔的气氛 多一点 不是那种男孩子 刚强的互斗的那种氛围 我觉得我蛮期待你两位 可以去安排这样一个喝咖啡 这很要麻烦知心 因为我们是磕粉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跟阿伯 还有佩奇 近期还蛮常在全台走走投 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真的是阿伯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真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 他虽然没有声音 但是你想想看 阿伯以前是台大医师 随时on call 24小时 他完全一个人拉拔 他整个家庭 整个小孩 所以柯市长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说佩奇的男人 应该是说佩奇医师是一个 可以让就是让阿伯 放心放手去做他想做事的事情的 一个嫌内住 真的是嫌内住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都娶了一个很好的太太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郭夫人 年轻的郭夫人 我觉得当然是过世的郭夫人 当然他的很多事情 让我们很感动 但是现在的郭夫人 我觉得他其实你看在还没有 郭董还没有踏入政治圈之前 那算首富的夫人 但是他其实基本上 并不是说非常的奢华 也不是每天出入一些 深色的这种场所 高端场所 然后其实做的事情 也大部分都是以慈善角度 就是关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人也非常非常的低调 那就算是说对他的选举 可能不是真的这么的能够认同 那我觉得他多半是为了 小孩的安全跟各方面去出想 妈妈的思考 对妈妈的思考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也是 郭董很重要的一个嫌内住 那对于在这个初选的后期 其实他这大概所有郭董 很多的生活上的事情 也都是他来打理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非常好的老婆 但是他们也也都有一个 非常你知道吗 就为国为民啊 然后每天担忧 就先天下记忧而忧的 这种老公啊 其实是蛮辛苦的 可是我要当女生讲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 就是对这些太太们来说 其实还是蛮多无奈的 就是说 有一点像传统上 男人出去要打拼 我要酸中痛 我要让台湾更好 然后太太就很挣扎 然后就好吧 你去 然后我要当你的后盾 我对于政治人物的太太 很辛苦 对很辛苦 政治为民主他有兴趣的 可是我还是希望天下男人 可以多把你们身边的太太 就是那个分量比例要拉中 就是还是要尊重 然后把他不要觉得说 反正你都一定会支持我的 所以我在外面打安音杠 就不要出事了 就找到陪菜 跪在这个记者认证 我觉得一定要有好的沟通 对要沟通 而且这个沟通不是说 我们自己以为的沟通 是真的要让对方 能够理解的状态 政治圈常讲说 棺材的政治人物 不用看他本人 看他的太太 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看一看韩国瑜的太太 郭台铭的太太 柯文哲的太太 蔡总统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蔡总统本身就是一个 很杰出的女性的政治工作者 都值得打对不简单 大家从这角度 多一个对政治人物审视的角度 在进郭董一个新的VCR之前 我有个两个串场的小手板 国民党开全代会之前系 新美市长侯友宜 走淡然古道无法出席 他说市民知道我有做事情 才会再及其 我的支持才有用 否则光挂虚名没有做事 谈的都是选举 对市民对国家 有好处吗 给侯友宜市长按个赞 OK这个赶快 该否认就赶快出来否认 张立敏小姐大家都知道 她是韩市长的头号演艺界的粉丝 我从郭台铭董事长的粉丝团里面 也会烦心 她说刚刚张立敏小姐 已经有我批准加入 郭台铭董事长的老虎粉丝团 之前挺韩帮忙代言高雄观光 现在挺果冻的人越来越多 她把张立敏小姐相关的一些 过去远处的经历把它列出来 如果是假的 麻烦张立敏小姐赶快提出更正声明 韩粉也盯住这个消息 如果张立敏改过来支持郭台铭的话 请你发挥韩粉的本事 追究他追究到底 我不说的新闻一定真的 去查一下 去查一下 这个国民党初选结束之后 董事长 郭台铭董事长粉丝团有争无减 我最近所知道大概身家23个 那很像大家都找黄畅夏去当脸头人 黄畅夏你真的皮绷紧一点 我们进来VCR再来讨论 梦想也无所谓 愿意和我互相醉 谁倒是难道无所谓 剪刀城市在蓝地点 说谎话还要变几点 算喊口好谁不回 做就对头对人选 想要问问是否为了我们做什么 未来破道汹涌 学习晚点考什么 谁了解经济的满水 体会人民的枯萎 台湾大体找机会 最强会刮过台铭 2020的台铭 总统赢台湾赢 为赢支持过台铭 呀呀呀呀 别落地绝不放弃 总统赢台湾赢 为台湾投给国台铭 国台铭 2022年国台铭 耶 OK 昨天网路疯传 这个刘悠彤小姐说 这是什么人做 她一副不知道 我先不问你 老实素我放在旁边 要先吃一个这个诚实豆沙包 来 刑宇 你看结果怎么样 竞选主题举出来 年轻人的节奏 那个画面的跳动感 跃动感 那个我看人家讲说 会轻听的一直在游 有跟着音乐要起舞 就是我觉得他前面 其实做的你看 就像漫威英雄的方式 因为确实 我觉得董事长 他真的在台湾 是占有他自己的地位 最新的民调来看 不可否认的 他知识度一直有 他只是节节攀升 因为其实你看像以前 永磷基金会 或者是说郭董 他以前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是在帮国家做很多事情 不管是可能光海若氏 或是协助一些小朋友发展 或是创业这一块 他其实很认真在做 有没有考虑转到这个郭董的团队去 不考虑我还是 支持自宗还是爱阿伯 还是支持自宗还是阿伯 因为我们希望未来也许有合作的 OK好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郭粉他们反而会在落败之后 这么的这么的外险 就如果是在初选那个过程当中 这么坚定这么外险的话 其实其实韩国瑜 这个值得关注 我觉得包括很多朋友都突然显性了 我觉得有个东西是看到韩国瑜 对国家的不确定 以及那个恐惧感 可是初选的时候也是 他是在一个竞争的状态 郭台铭为什么没有 你会发现那个力量就跳出来 我也是这样观察 郭台铭为什么没有在一个领袖的那个 我是很懂 你也不是很懂 那怎么办 我要问谁 去刺激他们的热情 那这个跟你们团队有关系吗 没有 这个真的 我这刚刚是第一次看到的 而且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看到 因为昨天就是我都完全 就是应该POSE的状态 应该休眠的状态 哇这个简直真的太厉害了 不过我觉得啦 这蛮特别的事情是说 我自从那个就是初选落败以后啊 那我就收很多私讯嘛 然后每个私讯都跟我讲说 哈真的哦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想到 所有的人都会告诉我说 哈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怎么办怎么办 这样子 我就是想说什么叫没有想到怎么办 这样 其实我觉得啦 因为 又到20秒钟 时间不都是 我们的很多的支持者 他很特别的事情是说 他其实就是很经济很中间的选民 他对于很多党内的事情 某个政党里头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是那么的关心 但现在忽然变成说 就是谁要跟谁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关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或许是这种氛围代表了这个 突然那个闹钟醒了 他觉得对这事情就像市长说 不能那么调皮 必须非常严正去面对他恐人的结果 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忽然有点 对大家开始恐慌了 开始恐慌了 OK好 非常谢谢今天三位精彩的语谈了 我今天节语的手版用一个叫猫私令 写一首短文叫做萧氏 不好意思他原文 我帮他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政治是应该有一些狭义和孩子气的 需要人的执着幼稚理想主义 和一点献身的勇气 把这句话献给未来2020 有志于总统大位的候选人 以及他的追随者 我们要有勇气 要有理想主义 要有幼稚 要有执着 还有那个天真的孩子气 我是飞银天室 我叫林杰倩 云童时间 云端再见 谢谢 Cinema 2 2 3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